同学们好,我是佳佳老师,怎么样?看了课前短片会觉得哇,好神奇,但是听了前面的例题之后,发现原来这个故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还原问题,对不对? 我们仔细来看,这个农夫实际上他走了三个来回,每一次要干什么事呢? 那就是一个来回之后,钱会翻倍,但是会交出二十次,所以实际上他所做的就是一个翻倍,也就是乘二,然后再减二十次的过程,三次之后呢,兜里就没选了,那么原来应该有多少呢? 对于这道题目而言,我们可以从最后一步入手,那就是最后一步变成了零,那第三个来回走之前应该是多少呢? 乘二减二减二十四再得零,那返回来就是谁乘二再减二十四得零呢? 那就是零加二十四,然后再除以二,所以算出来就是十二,以此类推了,那么第二次走,第一次走完之后是多少呢? 那就是谁乘二再减二十四得到十二呢?十二加二十四再除以二得到的就是十八,同样的道理 十八加二十四再除以二就是二十一,所以这个乔夫原来兜里还有二十一呢? 结果三次之后由于贪心,居然就没有了。 类同学,听完了佳佳老师的四旁菜之后,怎么样你能够知道这位乔夫到底应该有多少钱了吧? 好了,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,欢迎问题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? 大家可以不妨想一想,前面的四道题目你看看,给你一个树对吧,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,或者什么拴保护路,那你看看到了第五题的时候,还是给我们一个树进行各种操作了吗? 来,我们看看第五题,三个笼子里面一共养了78只鹦鹉,如果从第一个笼子里取出八只,放到第二个笼子里,再从第二个笼子里面取出六只,放到第三个笼子里,发现这个时候三个笼子里的鹦鹉数量就一样多了,让我们求原来三个笼子里面各养了多少只鹦鹉。 怎么样各位同学,读完题之后是我们马上发现跟前面题目的区别了吧?前面的题目是不是给你一个树,然后开始使劲折腾它,各种操作完了之后,让你还原回去,得到这个树是谁就可以,也就是它是一个单一量进行各种操作,最后得到一个结果。 但大家发现这道题还是一个量让你折腾了吗?我有三个笼子,然后什么我给你你给我的,对不对?所以发现是不是属于多个量进行相应的这种转换或者操作。 所以接下来咱们从这道题目开始进入到的就是多个量的还原问题。 那么基本思路其实跟单个量的是一样的,只不过大家想知道多个量吗?量变多了,这个过程有点复杂,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加清晰的呈现出来? 这就是我们在多个量的还原问题当中要来研究的了。 好,咱们先从第五这一个比较简单的小题来入手。 那按照我们刚才说的,如果还原问题能做,要满足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,一个就是结果已知,另外一个就是操作过程有限。 咱们看看这个操作过程是不很有限啊? 嗯,就操作了几次啊? 两次,第一次从一号笼子里拿出来,第二次从二号笼子里拿出来,是不是就操作了两次? 但是操作完了之后,每只笼子有多少只鹦鹉? 咦,这个题目有说吗? 没有啊。 结果不知道,结果未知,结果也不知道,然后让我求开始。 这怎么能求得出来呢?对不对? 所以很明显,这要题设置了一个小的障碍,但是我得知道结果是什么吧。 他就告诉我们最后三个笼子里面的鹦鹉一样多。 题目又告诉我们,原来三个笼子里面一共养了七十八只鹦鹉,然后我给你,你给他,什么他给我的。 诶,同学们,那你告诉我,经过了若干轮操作之后,三个笼子里面的鹦鹉总数是多少只呢? 嗯,还是七十八只。 诶,是不是应该还是七十八只吧? 因为又属于内部交换,对吧? 就我给你,你给我,但是三个笼子的总鹦鹉数量,数没有发生改变, 有没有鹦鹉跑了嘛,对不对? 好了,那也就意味着,最后三个笼子里面,是不是应该还是会有七十八只鹦鹉? 但这个时候,每只笼子里面的鹦鹉数量是一样多,所以大家告诉我,结果知不知道了? 知道。 结果知道,只不过需要我们自己动手,求一下,那就是七十八除以三。 那很明显,最后每只笼子里面应该有二十六。 很好,每只笼子里面应该有二十六只鹦鹉。 好了,那接下来,我按照题目当中给的操作,咱们就逐一时间计算呗。 比如说,第一步操作,从第一个笼子里面取出八只,放到第二个笼子里。 再从第二个笼子里面取出六只,放到第三个笼子里。 两步操作放完之后,我们发现,过程是不是就是一号笼子拿出几只给二号,然后二号笼子拿出几只是不是给三号,那三号就没有再给了,对不对? 所以对于一号笼子来讲,它是不是只出没劲吧? 往外拿了八只,还剩下多少只呢? 想想最后三个笼子一样多,二十六。 那就剩下二十六,所以没拿出这八只之前,一号笼子应该有多少只呢? 那就是二十六加八,是不是应该就是三十四只吧? 好,那我们可以按照顺序来看二号笼子。 诶,这个地方可要考验同学们了。 二号笼子是只出不进呢?还是只进不出呢? 嗯,有进有出。 诶,我们发现它是进进出出,对吧?有进有出,那这时候咱们要好好想啦。 它有进有出之后,是不是有二十六只鹦鹉吧? 那么之前是怎么样的呢?你看看它是怎么进的? 是不是一号笼子给了八只鹦鹉,是不是到二号笼子这儿? 对吗?各位同学,同时二号笼子又怎么样呢? 是不是又给出去了两只鹦鹉? 那接下来还原问题是不是到的操作吗? 对不对?先从别人那儿给了我八只,接受了别人的八只, 我又往外拿了两只,最后我又往外拿了六只,sorry。 那么是不是应该还剩下了二十六只,那我往外拿的,还原回来就要怎么样? 倒亏,你就要怎么样?给我还回来,那我就要加六。 别人给我的呢? 还回去。 我就还回去,不要,对不对?那再减八,所以很明显可以得到二号笼子原来就应该有二十四只了。 好,那继续往下。三号笼子,大家告诉我什么情况? 只进不出,还是只出不进,还是进进出出? 只进不出。 三号笼子是不是就从二号笼子那儿拿了六只给我,是不是就可以了? 叫只进不出,那我就还回去呗,那就是二十六,减六,是不是应该就有二十只了。 好的,那么三个笼子里各自原来养了多少只对五,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解决掉了吧? 当然了,实际上当我们来计算三个笼子的时候,我又不用每一个笼子都去计算呢? 你想啊,总数是七十八,如果你算出了两个笼子, 那第三个笼子只要怎么样就可以了? 减一减,是不是就可以了? 而且大家发现,在这个过程当中,一号笼子是只出不进,三号笼子是只进不出, 是不是都是一个单方面的行为,很好操作吧? 而二号笼子有进有出,是不是你要考虑两方面? 所以更简单的办法,我们先把一号和三号笼子的英武数量算完, 直接用总数一减,二号笼子是不是也就能算出来了吧? 好了,各位同学,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条题的详细解题过程。 那首先,我们同学要注意的,也是这条题的解题关键, 那就是它的结果,题目当中并没有完全告诉我们, 而没有直接告诉我们,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去算出, 最后每个笼子里面应该有几只英武, 只要这样的话,我才可以能够往回到推回去。 好,知道了每只笼子有几个英武之后, 那么根据最终的操作,我们可以能够得到, 一号笼子应该会有三十四只, 二号笼子应该会有二十四只, 三号笼子应该会有二十只, 所以最后三个笼子分别养了三四,二十四, 还有二十只鸽子了。 那么对于这条题目来讲, 我们会发现最终的解题关键和核心, 就是我得知道每只笼子里最后有几只英武, 而得到这个的关键,那就是在于这道题, 无论怎么变化,有一个量是不变的, 那就是英武的总数, 像这种抓住不变的量, 是我们在解用戏当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了。